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小平很快热聊起来 邓小平讲到他被下放江西的种种往事时 言辞极为懇切 也表露出他应该要多深入深入群众 作为共产党人绝不能树枝高阁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的想法 听到邓小平滔滔不绝的发言 毛主席非常欣慰 他打拦着邓小平一眼 忽然说道 邓小平 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邓小贤 这话一出让邓小平愣在当场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而一旁的周总理也忍俊不惊 但这句话可苦了一旁的王震 他没读过多少书 不知道这几人打敌什么哑谜 那么毛主席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而这又与邓小平在江西的经历 有何关系呢 历史渊源下放改造毛主席 与邓小平的关系不仅是政治伙伴 更多的还是邓小平数十年 对毛主席坚定的追随 1929年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 起义失败后 邓小平被国民党列为重点追捕对象 被四处围剿之时 于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苏区 但此时的中央苏区不再是理想的国度 由于苏联的革命背景 与中国的革命条件大相径庭 中共和苏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为了诉反 苏区发起了纠正又轻错误路线的运动 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而当时的毛主席也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 此时的中央苏区被一片密布的阴霾笼罩 但邓小平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衡 邓小平来到江西瑞金后 发现这里早已陷入一片血腥之中 各家各户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生怕被当成诉反对象 导致瑞金人心惶惶 邓小平来到瑞金后 便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籍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制止诉反扩大化 并且公开承办了 在诉反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委书籍 同时释放了300多位被关押的冤区干部 随后他悄悄找到了毛主席了解具体的情况 彼时的毛主席也很潦倒 他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而担忧 烟不离手的他愣了许久 直到烟灰落在手背上 才提醒毛主席回过神 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诉反被制止指示表层 最关键的是土地分配 我们的群众路线在于那些农民 不能让农民含了心啊 毛主席的这番话让邓小平醍醐灌顶 他连夜了解线下的土地政策 这时邓小平才知道 王明在苏区竟然实行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 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 这种区别对待 只能是把朋友往外推 毛主席也十分赞同邓小平的观点 他说道 现在是我们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 必然要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量啊 随即 邓小平立刻按照毛主席的建议 传达了不能侵犯中农利益 不可过分打击富农 但这个政策推行也让王明不满 他站起来对着邓小平说道 你这样是不是犯了又轻错误 如果一概而论 那么怎么能体现共产主义的人文关怀和民主性呢 邓小平的话让王明一时宇夜 可是好景不成 他制止左倾错误的行为 遭到了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集团的反对 久而久之 他们认为邓小平也犯了又轻的错误 甚至认为与毛主席一样都是投机主义者 但毛主席与邓小平却坚持认为 如果不分青红造白肃反 只会失了民心 两相争执不休的情况下 竟然有人站出来指着邓小平说道 我认出你了 你是领导百色起义的人 百色起义失败后 他逃走了 这却指认让王明很快占了上风 随即瑞金掀起了批邓之风 众人纷纷认为邓小平是又轻逃跑主义 这顶帽子扣下来 邓小平制止肃反的运动不仅不能继续推行 他也自身难保 甚至在2月23日 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线委 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 文章刊发后在党内掀起了广大的议论 而毛主席对此十分无奈 面对邓小平随时被罢免的风险 邓小平却反过来安慰 我相信你 这只肃反一定是对的 毛主席沉重地点点头 望着眼前的小鸽子 他回答道 忍辱负重 韬光养晦 这四个字让邓小平铭记于心 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随后邓小平由江西省委李富春书记 调往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 虽然看起来是被罢免 但也是一种保护 远离政治斗争的邓小平 在七里村还会时常了解 毛主席的动态与现状 而两个人的情谊 在无声之中延续到建国后 邓小平在毛主席的指导下 逐渐担当起重要的职务 可由于各项运动判断的失误 让邓小平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 那么这一次邓小平是如何解除危机的呢 接受改造 韬光养晦在特殊的十年动荡时期 邓小平欣然接受了解除一切职务的结果 1969年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 被送到江西南昌 接受劳动锻炼在教育 面对这突然的打击 妻子却感到不满 便询问邓小平 为何能这么欣然接受这一不公平的结果 但邓小平却说道 这是毛主席教给我的道理 韬光养晦 更何况毛主席希望 我们知道群众基层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不是坏事 曾经革命期间 邓小平亲眼见证过王明 博谷等人脱离群众路线的结果 为了保留革命果实 接受改造势必然的经历 我们是共产党 是人民的先锋队 本就应该起领导作用 临走之前 毛主席告诫给邓小平 人民吃的苦 为什么我们不能吃苦 想到这句话 邓小平不由得更加坦然 王主席也尝过 前往农田与群众们一起劳作的苦 我也可以 更何况邓小平自认为 已经经历过一次打击 如今重蹈覆辙 邓小平不禁想起了 毛主席曾经告诫他的韬光洋晦 好在中央打电话指示 江西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要求不要将邓小平安排到山区 而是下放到郊区即可 因为当时局面混乱 很有可能危及到人身安全 这也是对邓小平生命的保障 随即邓小平的住所 被安排到军事驻地南昌陆军部兵学校 当邓小平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 在这里不仅可以保障他的生命 不再受到波及 也能让邓小平随时了解 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天邓小平收到通知 他的工作地点被安排在附近的 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在这里 邓小平与工人们同进同出 一起劳作 他这才体会到基层员工的不意 更加理解了毛主席的苦心 在此期间 邓小平经常前往郊区附近 观察江西人民的经济水平 同时每天劳作完 他回到家中 便苦读马列主义毛泽东选籍 结合实践经验 很快邓小平也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原来这就是毛主席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啊 而远在北京的毛主席 其实也十分关注邓小平的情况 虽然有很多人受到了波及 但毛主席依旧关注着党员们的安危 故而毛主席一直强调改造的是思想 而非肉体的消灭 当他得知邓小平进步如此之大 十分欣慰 但因为中央政治局面混乱的缘故 毛主席和周总理 都无法立刻将邓小平调回中央 1970年随着四三方案的推行 中央对国家发展的主旨重点在于 改善民生生活经济策略 邓小平在江西也向中央 诉报了当地的经济民生情况 为中央当时的决策推行也助了一份力 随着思想进一步放开 中央对邓小平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 但他们还需要一个时机 便能让邓小平回到中央 913事件后 经济政策需要执行 毛主席和周总理年事已高 本不该过度劳累 林彪的叛逃无意加重了打击 因此这是让邓小平付出的最佳时机 远在江西的邓小平也向中央写信 汇报情况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理念 我虽然已是68岁 但是我自认还可以再干几年 我还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面对这封信 毛主席深思熟虑许久 他看向一旁的周总理 又望向远方的天空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毛主席要该怎样抉择呢 邓小平有没有顺利付出呢 隆重付出三起三落要拨乱反正 同意邓小平付出不是一事 毕竟这代表着一种政治风向 若是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中央不合 但毛主席明白 中央目前需要邓小平对于人才 毛主席一向真实 于是毛主席写了一个批示 邓小平同志在苏区癌过整的 吉邓 毛 谢 古四哥罪人之一 是所谓的毛派头子 这句批示让中央的人哑口无言 回想四十年前在中央苏区的种种 若不是邓小平制止肃反运动 定然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 此时在湘西的邓小平 听说批示之后 不禁潸然泪下 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到 横跟四十年的时空 他第一次被政治打击的惆怅 会在今日得到弥补 更想不到毛主席 竟然将这件事记了整整四零年 想到那时候 他告诫自己的韬光养晦 不由得让邓小平又擦了擦眼角 他总算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随后邓小平收拾好行囊 出山赴京 但前往北京的路程中 邓小平却改变了路线 先去毛主席曾经在会场的故居瞻仰 来到毛主席的故居后 邓小平心里五味杂陈 他不由得感慨 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受到排挤的 虽然相隔了几十年 但此时此刻的邓小平 与毛主席当年的心情渐渐重合 他仿若又一次看到当年的大个子 站在他的面前拍着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道 韬光养晦 这四个子让邓小平铭记于心 1973年邓小平终于抵达北京 周总理与王震等候多时 三人一起前往毛主席的居所探望他 毛主席见到邓小平也十分高兴 他亲切地握着邓小平的手 如同回到了几十年前 二人同仇敌愧致使肃反的画面 但是邓小平还是有些紧张 他慌忙告诉毛主席 他在江西所见所闻的一切 同时感慨道 我们一定要提高经济水平 不然向江西偏远的地区 天灾人祸总是免不了的 日子只会越过越难 毛主席也十分赞同邓小平的观点 他取出一根烟 主动递给了邓小平 并说道 四三方案的引进目的就是在这里 曾经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业 这几十年的建设总算打了底 以后我们就可以生产自己的化肥 有了化肥 人民才能种好地 才能丰收粮食 集体化是必然的趋势 以后成立的合作社 有医疗 有生产 有粮食 有娱乐 有余产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邓小平当即表示 他一定会督促四三方案的执行 并保证以后一定会深入群众 不再重蹈脱离群众的覆辙 既然邓小平信誓旦旦的样子 毛主席夹着烟 逆着眼睛不断打量他 忽然笑道 邓小平 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邓小贤 这句话打破了本事严肃的氛围 周总理在一旁忍俊不惊 而本来紧张的邓小平 被毛主席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 此时此刻他完全没有了不安 与毛主席更加畅快地聊了起来 但一旁的王震却不明所以地问道 什么邓小贤 小平 你真的有这么个弟弟吗 面对耿直的王震将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